各位國人同胞 大家好 身為總統 我代表國家走向世界 無論是出訪友邦 過境美國和國際友人交流 不只是行之友年 更是臺灣人民的共同期待 然而中國卻藉此發動軍事演習 造成臺灣海峽與區域的不穩定 這不是一個區域內大國的負責任態度 在此 我要感謝全體國軍和海巡同仁 在這段期間 憑著高度的專業和使命感 沉著冷靜地守護我們的零海 零空 大家都辛苦了 謝謝你們 而國安團隊及時地與各方保持最好的聯繫 緘密地掌握 研判情勢和國軍一體 攜手守護我們的國家安全也非常辛勞 這段時間 有些人或許是刻意誤導 或許是對國安系統運作不夠熟悉 而散播了一些不正確的資訊 我還強調 在面對各項侵擾行動 或者是面對任職操作 國軍與國安團隊都充分合作 及時協力 讓各項國家安全的工作 都能夠確實到位 堅守崗位的各級指揮官 若有必要 則隨時透過保密視訊溝通討論 這段時間的各項軍事應處 我也充分授權國防部長依照軍事專業應對 部長也隨時向我報告 此時此刻 軍民一體團結一致 不受錯假訊息的誤導 共同守護民主臺灣 是首要之物 雖然中國的軍演告一段落 國軍和國安團隊 仍會持續堅守崗位捍衛國家 請各位國人放心 也請再一次為第一線堅守崗位 守護我們家園的國軍加油 謝謝大家